你好 去年我做了一个视频 在这个视频我说了 二零二三年我的新计划 现在不是二零二三年 现在是 二零二四年 对 所以今天我要说说 去年我的计划怎么样了 去年我说 我有四个新计划 四个一二三四 第一个是我要学会开车 第一个新计划就是 我希望今年我可以学会开车 我要学会开车 那你觉得我学会开车了吗 现在我有 Learner driver license 所以呢 我去考试 我去考试 好在中文 考试有两种 一种我们叫笔 笔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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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过了 过了 现在 现在我要去参加 路考 路考就是 真的 开车 真的开车 我现在会 一些 我不觉得我开得很好 我还是有一点点 我还是有一点点怕 有一点点不确定 但是 我觉得我会开一些 我可以开一个小时 我还在上课 我有一个教练 他在我的旁边 对 所以我会开一些 好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第二个我说 我要学会游泳 第二个计划是 我要学会游泳 那你觉得现在我会游泳吗 我觉得现在我可能 可以游二十米 二十米 对 但是我觉得还不够好 因为我不可以去很深很深的地方 我只可以在很浅的地方 我还是有一点点怕淹死 对 所以呢 我会游一点点 但是还不够好 所以开车和游泳 我都会一些 不是很好 但是我会一些 好 那第三个是学语言 好 那第三个计划是关于旅游 我希望今年我可以去日本 欧洲还有中国 那第四个计划是 那第四个计划是我要继续我现在做的所有的爱好 我要继续学习西班牙语和法语 嗯这个我没有做到 我很少很少看视频 所以呢 所以呢 去年我真的没有认真学语言 你呢 第四个看书 嗯 我觉得去年我看了一些书但是不太多不够 还有唱歌 嗯 去年我去上课 然后我学习了一段时间 所以我觉得我唱歌进步了 但是我也觉得我需要多练习 多练习 好 所以可能今年我会多练习多唱歌 好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弹钢琴 这个我也做了 可能不是每天弹钢琴 可能一个星期有五天我会弹钢琴 对 所以差不多我每天练习钢琴 好 那这一些是我去年的新计划 那现在我要说说2024年我的新计划 首先第一个 当然是我要拿到驾照 驾照 开车的证了 驾照 对 今年我要拿到驾照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我要 嗯 我要提高我的游泳水平 我不要在海里淹死 对 所以呢 我要提高我的游泳水平 我要游的更好 好 然后第三个 第三个是我要学习两个语言 一个是西班牙语 一个是法语 对 所以我要学两个语言 我的计划是每天 听 听三十分钟 西班牙语十五分钟 法语十五分钟 每天听三十分钟 对 我一直想学西班牙语和法语 嗯但是我觉得今年我要每天听这两个语言 好 然后是我想每个星期去跳舞 我在学习非洲舞 是一个让你很快乐的舞蹈 所以呢我想每个星期去跳舞 对我来说 跳舞真的不是很重要的爱好 真的是让我开心的爱好 所以呢我觉得我跳的开心就可以 所以这四个是我今年最重要的计划 就是开车拿到驾照 嗯游泳不会淹死 然后还有第三个就是每天学习 两个语言 第四个就是每个星期去跳舞 那我还有别的计划 嗯 别的计划是今年我可能要去台湾 嗯要去日本 要去泰国 嗯可能 然后我想嗯如果可以 所以我要在泰国日本住更长的时间 我想住在那些国家一个月 然后我想去体验当地人的生活 对当地人做什么 我也去做什么 好然后还有一个是我想要继续练习唱歌 和弹钢琴 我觉得因为去年我差不多每天弹钢琴 所以今年我也可以做到 如果有一天我不弹钢琴 我会觉得嗯今天我还没有弹钢琴 所以我应该弹钢琴 对今年我会继续 好然后是唱歌 嗯唱歌 我很喜欢 可是 我 我觉得 如果我自己唱歌我不太知道我唱得好不好 所以有一点点麻烦 但是今年我会继续 但是今年我会继续学习唱歌 好 那这些就是我今年的新计划 你呢 今年你有什么新计划 留言 告诉我 好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